哈喽各位B站的小伙伴们 中秋节获得怎么样呀 是不是各种在家吃月饼呢 最近我看我的朋友圈 好多朋友都在晒月饼 我就没得晒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学习嘛 好奇的我又忍不住来交作业了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晒的是茶饼 所以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学到的正确的撬茶饼的方式 大家知道这个茶饼啊 硬到什么程度呢 是远可伤人静可防身 不学不知道 一学吓一跳 之前我撬茶饼的方式 用菜刀砍 锤子走 身影的去掰 简直是太聪明了 特别不符合我这个婚婉 甜美婚姻的气质 其实呢 这个还是比较讲究的 它有个茶盘呢 有些时候家里 如果没有这个茶盘 茶盒的话 就找一个盘子 或者是直接在这个纸里面去撬 因为这个茶会喝很久 所以撬完的 留下来的呢 我们要再包回这个纸里 所以尽量要保持这个纸的完整性 好淡的茶 嗯 香香的 这个纸里面先拿过来 那大家会看到呢 这个茶饼的背面有一个圆形的凹槽 我之前就不知道了 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拿手生掰硬拽 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正确的撬撬方式呢 是把它翻过来 从背面的这个圆形的凹槽开始 拿这个茶刀 然后手呢 扶着这个位置 扶着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圆形的里面 边边边这儿找到一个就是用力点 着力点 伸进去 然后 进去之后呢 吸这一点 斜这一点就是平着 插进去 慢慢的 然后 然后 可以就是 根据你自己的力道 以及感觉啊 可以去换这个主力点 点一点大花来撬 好 这样非常的轻松啊 不费吹毁 之类 然后再把这个掰下来 这一整片就撬下来了 然后 你可以拿家里的电子秤 就是撑茶的电子秤去撑一下 然后就是你每次撬下来的大小 大概是几克 根据糊不同的大小 我们选择每次撬下来的片数的大小 那我目测啊 我撬下来的这片 差不多是5到6克 所以就差不多是一次的量 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撬茶的方式 可以保持 你每次撬完茶之后呢 正面看这个茶饼 它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圆形 然后再包回去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好看的 撬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 轻轻的 然后把撬下来的茶 就是根据它的纹路啊 轻轻的分开 因为这样一整坨放进茶壶里面 还是不是很好泡 也不是很好洗茶 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放进茶壶里去冲泡了 那么剩下的茶饼呢 可以把它再包回这个纸里面 包回去的方式呢 也是很有讲究的 正确的包法呢 是一点一点的折起来 看 是不是仿佛没有撬过一样 所以下一次呢 在打开撬的时候还是按照刚才的方式 从背面的圆形里面一点点往往撬 这样就最后茶饼撬到最后很薄的时候呢 才可以采用我之前简单突爆的方式 就是可以给它掰开了 就是在很薄很薄的方式 不能在这样撬的时候 可以那样 今天的翘茶饼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新的知识点又增长了 感觉有点膨胀了 我爱学习 学习使我快乐 下次见 再见